我們是非常完美的 豬油 好舒服喔 孩子是不是太誇張了 鼻子很大 耶 我現在在北投的水美溫泉會館 非常期待帶我進去泡溫泉 但是它非常特別 是其實它門口就有手湯可以來泡 那聽說這裡的手湯是清油光 就只有台灣跟日本才有的 那這邊有買了一個漆服裝 我們就稍微來到這邊就來漆個服 那首先呢 先敬手 很舒服的 就聽說在那個日本是一年這種椅子 那水美特地設置了一個在門口 讓大家來漆 那我要來許個願 好可愛喔 哇 非常有來到日本的感覺 那我們就要準備進去泡湯囉 好冷喔 好舒服喔 好冷喔 好舒服喔 好舒服喔 雙人湯哇 然後它其實大眾池跟餐廳 還有這些客房的地板子 全部都做整修 所以就發現 欸 好像這個拼起來很噁心 但是 欸 為什麼裝好不一樣 它已經完全大翻新 是讓大家有更舒服的一個空間 而且我覺得 離請之前就是會來泡湯 它比較方便是它臉覺得很難吵架 很近耶 我們從旁邊 因為它其實在三根中左右 而且它其實周遭交通都非常的方便 因為這裡的那個溫泉服就是這樣子的特點 它是那個乳白色的 沒有沒有 因為之前其實有泡湯泡湯 然後就是泡湯的感覺 對 我跟大家講 這裡的溫泉有一個俗稱叫做美人體 會怎麼樣 它一種是白柚黃 那白柚黃其實就是 非常穩定對女生的皮膚 非常的 嗯 所以我才剛好一下 我也是覺得比較皮膚 那種滑滑的感覺 鼓流鼓流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覺得 它會因為好舒服很多 除了就是暖暖身體之外呢 像這種白柚黃可以讓你的皮膚越泡越好 哇 真的非常的享受 很舒服耶 我們來告訴大家 一下我們的那個北投一日有可以怎麼安排 早上先來泡溫泉 體驗期的泡紅它覺得精神超級 因為很多人說什麼 早上遲傳可以空腹的時候 你就先泡麵啦 不能泡太久 對 其實是促進你一整天的精神 大家可以精神比較好 先讓大家重新什麼 因為我們水梅裡面 它其實也有一個非常厲害的餐點 待會呢 午餐也可以在我們的水梅溫泉會館享用 沒錯 那下午 我們來推薦大家可以去哪裡玩好了 一六五走一走 然後是溫泉蛋 然後再往山上開 你知道嗎 陽明山就往上開 然後再陽明山倒去 再回家 這行程大概可以從早上10點 晚到晚上6點 都沒有問題 今天就是來北豪溫泉吃美食 我現在覺得太爽了 開到了 餐點超級豐盛 而且也非常的日式 沒錯 來到日本一樣 就是剛泡完湯 然後來吃一點這個肉 我覺得太爽了 幸好 它就是北豪招牌排骨 這麼大塊的排骨酥 這太誇張了 比你很大 這比我臉還大的排骨酥耶 這太大了 我覺得是 啊你聽到那個酥酥的聲音 很好吃耶 雖然這樣吃起來很不雅歡 很過癮 因為你知道泡完湯都會超脂肪 就是要立刻來補充一下身體的熱量 很好吃耶 嗯 你覺得你要這樣咬嗎 很香耶 我覺得你可能被我們人的剪輯師劍 你知道嗎 放大了 非常的嫩 嗯 嗯 有我們的隔風沙拉 還有非常開胃的涼拌黑木耳 還有北投的招牌排骨酥 還有這個我非常期待 是辣味糯米飯 最後當然要熱騰騰的黑蒜燉雞湯 甜點的話 非常的好吃 是我們的起司大玉丸 超級豐盛的 是有的 我賠優 quem都要有的 是個最真正的 超級豐盛的 超級豐盛是一百大小的 超級豐盛的 誰就是全世界の 超級豐盛的 感谢观看